綁上黃絲帶超過上千名的移工抗議者 來到民進黨中央前 訴求要求儘速廢除救福法之中 三年需出國一天的規定 減少仲介對移工的剝削 要求每三年要出國一天 當初是為了防毒友人 借機鑽漏洞從移工變成移民 但像是從越南來台灣工作 在藥廠上班 已經第三年的阮世窮說 他三年省事檢用也只能存到美金八千元 如果扣掉給仲介六千美元 只能帶回兩千塊 如果又想要再來台灣賺錢 又得再去借貸 無止境的循環 另外一位軟生意同樣在友人介紹下來台 為了做好工作 中文說得也很溜 投資在自己的心力不算少 對辛苦工作到頭來又得把錢交付給仲介費 心裡更是憤恨不平 我覺得就這樣不公平的啦 因為我們我們也是要出來工作嘛 他們也是啊 為什麼他們就不能站在我們的立場想想一想啊 多了 多了百桌一年多的 廢除三年出國日 廢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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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先法案跟審查一聲 加上仲介反對認為如此一來 逃跑的外勞會更增加 因此本會期是否能夠順利修法 通過攸關六十萬移工的政策 依舊充滿變數 郵電TV 許惟有 長話 SNG小組 台北報導